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就是大家久違了很久的淘寶開箱片 很久沒拍 是因為新年前後,我一向都不太喜歡買淘寶 新年之後,就算想買衣服,香港開始熱 但淘寶還在買長袖衣服 我的意欲一直都不太高昂 接下來,3月8日,我自己都在等 因為我會給大家介紹優惠 除了給你們之外,我也是給自己聽的 我會在那天,入手淘寶春夏妝 接下來,下個月淘寶開箱,大家會多點興趣 這次3月8日,淘寶有一個女王節 他們也有一個主題,就是為自己學彩 在3月7日至9日期間,只要在手機淘寶或者淘寶Lite 這個APP落單的話,在結帳的頁面輸入購物碼 就可以享有499-60這個優惠 而在這段期間,你買TML全球官方店的東西 只要你在結帳的時候輸入這個折扣碼 也可以享受買滿500-50的優惠 好像上次雙十二的時候,淘寶的新用戶 都會享有買滿$21-20的優惠 還會專享精選商品$9.9包遊的優惠 到時候,如果你是第一次買淘寶的話 輸入這個折扣碼就可以得到以上優惠 所以為了這個300女王節 其實我自己都一直忍受,現在很多東西放在購物車 所以我打算3月7日至9日期間,才一次過去買單 今天除了說這些折扣之外 也有少少東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可以趁這些日子的時候買一下 不知為什麼呢? 其實我最近很喜歡穿一些比較同趣的T恤 無論我身上現在這一件 或者我現在購物車都有幾件 是比較卡通公仔的 我現在身上這件鴨仔T恤 其實它的版型真的很普通 但我覺得它這隻鴨仔真的超可愛 唉唷,我都不懂說 我只覺得看著它就有一種很療癒的感覺 不知為什麼我覺得一穿這些比較同趣的T恤 就很適合穿這些半雞或者整個包包頭 然後穿工人褲或者工人裙 超襯的 然後就到一件的襯衫 好了,我換了 這件的襯衫其實不是那種很藍妝襯衫的質地 它有點像睡衣絲卷的質地 而且它會有一個垂墜感 我自己也覺得慵懶感提升的感覺 然後它是一件比較長的衫 雖然我現在穿運動褲 但其實你放了這件衫的話 你會看到其實它的版型真的挺漂亮 而且它的側面位置是一個綁繩的設計 我自己現在臨時綁得不太漂亮 但你醃了袖的時候 就會好像有一個大蝴蝶結 在後面就是一個特色 因為這次的三件衫其實都在同一間店裡買的 它的價錢就比較便宜 很便宜二十幾元一件的 可能以五十至一百元這個範圍 它的質地算是挺有保證的一間店 我自己也是很私心推介這間店 怎麼算好呢?我覺得 哎呀,很漂亮啊 我今天三件衫的質素 我自己都很滿意啊 我不是效果 也不是他們給我 我自己去選擇自己去買的 那第三件呢 這一件就是一個橡筋領 你可以做普通T恤 一條領也行 你喜歡的話 就把它拉下來變一字波也可以 它這個位置是有點波浪的 所以就不會令到很緊迫 或者是橡筋拉緊的感覺 然後中間這裡的細節位 這樣縮進去 其實可以做到一個比較豐空的感覺 那袖口位是做了一點寬袖的 有一點溶爛感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覺得現在這個天氣呢 如果這件衣服呢 我買了白色 好不好呢?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 它穿起來很舒服 這個質地 然後女王節呢 不是只是給自己的嘛 那我也有買東西給媽媽的 不知道為什麼 他最近呢 自從我買了一個新行李箱 因為我的舊行李箱爛了 他又很想要一個新的行李箱 但他又不肯買一些貴一點的行李箱 那我就上淘寶那裡幫他找 竟然找了一個他很滿意的行李箱 沒錯 就是我現在身後的這個行李箱 因為我怕畫面不夠大 這個行李箱是22寸的 那他在淘寶那裡寫的顏色 就是淺綠成白 但他來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有色差 這個綠是比起原本的顏色 就更鮮艷一點 他不是淺綠 我覺得他偏向薄荷綠那類 但又沒有Tiffany Blue那麼藍的 我自己就喜歡拉鏈 不喜歡啪啪扣 因為你用拉鏈行李箱 才可以在你買了很多東西 摺爆了的情況下 坐上去 硬拉起來 不過這個行李箱就沒有美國鎖的 所以如果你去美國的話 這隻行李箱是不可以戴的 他的圖是360度 非常順滑的 然後他裡面的內籠 其實不會覺得很便宜 很淘寶的 他這個波點的 我覺得都挺有趣 裡面有一層可以用來裝東西 有一個拉鏈位的 然後外面有個網袋 然後下面有個橡筋袋 然後這邊就是一大格 和普通你們出去買 或者我自己買 有牌子的行李箱的間隔 是差無幾的 重點是什麼 他 看看我這樣摸來摸去 都不會覺得吃力 他真的很輕 但又不像是一些很儀器的行李箱 拉鏈也挺順滑的 最重要就是這個行李箱才是138元 我買的時候 是沒有折的時候 所以有機會這次旅王節 他可能有些領券再便宜一點也不定 那說到旅行行李箱 接下來說的這件事 其實和大家去旅行 如果你喜歡拍照的人 其實都應該有些用的 但對我來說 可以方便我拍攝的時候 是幫到我很多 那就是這部機 你不要看它好像很小 它和我的iPhone 6s差不多大 那它是什麼來的呢 它是一個曝光燈來的 它方便在於它是充電的 然後它可以 是不是很光 一開的時候 你可以 哇 按光 或者調到比較暗 那或者呢 可以變成一個暖光 和冷光 或者是中間的 看到了吧 打光 那當然了 我現在本身已經有個打光燈 這個是再來 多一個 那看下去畫面太光了 因為我不是每一個地方 都可以拿著那個大圓形的曝光燈走 就算在我男朋友家裡 都沒有那盞燈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它是有附送腳架 和教角度的東西 所以你不需要一直拿著 可以放在那張桌子 或者地上 然後伸縮 那你就做到一個很好的曝光燈的作用 那你去旅行的時候 因為太輕了 它跟一部iPhone差不多 連腳架也是 那你就可以在一些很暗的地方 都可以拍到一些女神照出來 很適合這次的女王節的時候 先介紹 那剛剛以上所有的東西 都是我自己選自己買的 那因為合作的關係 其實都有些商品可以讓我選擇的 那我自己呢 就有一點點私心 所以就選了一些淘寶洗臉筋 你們都知道我是很喜歡用自己買開那一隻的 那但是其實淘寶有淋淋種種那麼多隻 我就想試一下什麼分別 那他們就提供了兩個不同的牌子 那第一款呢 就會是美麗工匠的紙巾來的 那每一盒就100塊 那這一隻就會是紙盒 好像平常的紙巾那樣 然後它這種質地呢 是網狀質地來的 那然後呢 就到這裡 E-PAT 那它就是全眠時代來的 那就是很久之前 有位觀眾都推薦過我去買 那但是之前就 因為一直都有貨 自己有洗臉筋就沒有特別去買 那今次看到有得選擇呢 那我就毫無疑問 就馬上選了它 這一款一盒裡面 都是有100張 那它就不是網狀的 就和我平常用的那隻差不多 那如果你說又有興趣知道 他們這三隻 就是這兩隻 和我平常用的那隻有什麼分別的話呢 那我一會兒會繼續拍 但是我會放在Facebook那裡跟大家說的 那我今天這個小小的淘寶開箱分享呢 就來到這裡 所有的商品連結 和三百雷王節的優惠碼 全部都會放在下面的說明文那裡 那希望你們喜歡今次的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channel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的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 另外3月1號至3月17號期間 泰古城中心AliPay Hong Kong 會舉辦未來生活館 到時可以體驗淘寶AR fashion store 智能試衣鏡 而3月3號至3月9號 還會派發額外最高99元的紅包 和25元的折扣碼